Lisa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在之前有台 就是同事的时候 你播晚班的时间很长了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 后来是怎么去发现这个乳癌的呢 其实我播夜间新闻大概扛了八年 等于说我的上班时间跟大家是相反的 我是每天大概四点上班到凌晨一点 那是播完新闻 可是播完新闻之后 我可能还要留下来做专题 这八年以来我也觉得好像还好 因为其实在我之前的夜间主播 通通都是因为身体出问题 所以跟公司要求要掉班 但是我却没有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是不是就天生适合 你的体质比别人好 对比较内操 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就天生适合 过一个不同的时间 那后来我们是怎么样发现乳癌的 我在当夜间主播之间 其实每年都有做健康检查 我就刚好介于这个工作转换 然后我到下面一家新公司 因为年资还没有满 就没有做这个公司的健康检查 然后大概空窗半年而已 我只要一疲劳 我就很容易这个就是妇科发炎 那我那时候也是劳问题 也是一样又发炎了 我就去妇科看诊 然后顺便问说 我怎么觉得这里摸到一个阴影的 然后那个医生就说 那我顺便帮你再照一下超音波 就顺便都是顺便 没想到他一照超音波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肿瘤的形状 非常可怕 其实我当时也同时看到 他的确就是这样张牙舞爪 看起来很 就一看就知道他非善类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个形状非常不好 你要赶快去大医院做切片 进一步检查 我就马上去挂大医院 就是去看 那大医院的医生 因为经验老到 他一看也说 这个就是八九不临时 所以我当时就知道完蛋了 那已经是乳癌 那所以你是从零期 就直接跳到是第二期 那大概有三公分这么大 对差不多 因为照理说 你应该会有个进程 就是从零期其实自己摸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也问医生说 我才半年的时间没有去做健康检查 对你怎么会就是 本来是没有看到 怎么突然就跳到二期去了 而且我之前每年的健康检查 胸部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怎么会这样 然后医生就说 有可能我的肿瘤长得很快 那的确这件事情后来也证实 因为我本来 他先跟我预约一个时间 要做这个就是部分切除 肿瘤切除 但因为我刚好那个时间不行 所以我又延后了 大概延后了十天吧 我在回诊的时候 他说你的肿瘤又长大 又长大了 对所以一般蛮多人的这个 可能治疗程序 也许是先化放疗 让你的肿瘤变小 再去做切除 这样子对外观的影响是比较小 可是因为我的肿瘤真的长得很快 所以他变成就是 我的医疗团队 我的主治医师就认为说 那你一定要先切除 然后才再做化放疗 让我再做化放疗 然后再做化放疗